第二節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剛才長毛也說了劉山青 那次是星李大學 我忘記了是5月24日還是26日 我記性那麼好都記不到 有些記者傳說應該是5月24日 李鵬已經中了槍 因為軍人不服 李鵬小平已經被霸絕 朱陳祥已經被打倒 大家很高興 第一次我經過立法會門口 立法局門口 有個台在那裡 剛才經常叫喊口號 經過喊口號 去到那裡就散了 是晚上的 因為那時候要上班 有人問他為何不喊劉山青 4、5行動經過時就喊劉山青 我記得金號網也有問他為何不喊劉山青 剛才是第一個帶頭 是釋放劉山青 自此之後 劉山青就變成了民民人士 這亦是說明楚宗華的性格 他當時的教協 或者他領導的民促會 他從來不對劉山青 被人拘捕是表示意見 所以在某程度上 你剛才說到一件事 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做一些和教協有關的研究 也發揮一件事 就是很大程度上 我們看教協本身 究竟他 如果你看到教協的崛起 其實是和文憑教師的薪酬被削 然後當時司徒號召一些老師上教協 在會考那天是罷課 罷課的關 但你會看到很大程度上 整個教協本身 因為他成員的背景 其實不單是教師 甚至有校長 甚至有主任 甚至一些大集會 所以很大程度上 整個教協本身的凝聚力 是否那麼強 其實他那個叫PTU 大家不要以為是藍武士 就是專業教育人員協會 有很多不同的團體 這個協會 其實以文憑教師為主流 其實是一個旁集的工會 主要骨幹就是文憑教師 你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都說教育搞得那麼差 我想請教協的就是 既然他們說得是英明神武的時候 為什麼作為一個工會 是不能夠對整個教育 有話語權和制動權 一定要回答 因為根據施浩華的原則 因為他是毛澤東的崇拜者 有十大關係 就是農輕重 什麼叫農輕重呢 就是說在中國革命之後 如何建設經濟的時候 首先搞定農業 因為農業是基本養農民的 是基礎 然後搞輕工業 然後再搞重工業 比重就要這樣做 先中農 然後搞輕工業 然後搞重工業 施浩華就厲害了 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來教育教協的人 現在說的也是 何惠龍就是教育的會務 什麼會務呢 就是那些康樂 超市 超市那些 就賺點錢和籠略會員 輕工業就是爭取權益 重工業就是社會運動 這樣叫農輕重 老實說 因為作為教會來說 教協當然也算是這樣 例如買得會紙 基本上教師和教育工作人員的參加率都很高 農就算是這樣 輕其實也搞不定 現在殺校的過程裏面 他們的會員被人解僱都沒有負負 我想剛才你提到一件事 就是教協本身的會員 很簡單說馮偉華 他是這個城市大學的其中一個工會領袖 我看到他們全部都是民主黨控制的 其實麥凱華 謝永寧 全部都控制了 有人解僱了同工 當理念事 是的 一個翻譯系 和整個 好像割蠻腸 割了它 沒有尊嚴 沒有保障 做過什麼 他經常說教育這麼難 如果你用馮偉華的標準叫做龍輕重 你七三年到現在說 搞了三十年 農業搞得定 輕工業和重工業完全搞得不定 是否嚴重 張文光還在這裡跨跨其談 和教育當局交易 其實今天 正確的交易就是張文光在做事的方法 是的 我可否擺了一件事 有一次和一個人在犯局 他也說到一件事 當年很多教育改革的措施通過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為張文光和李國璋 自己關門在這裡搞定 結果出來 臭臭臭臭臭臭 只是做一場戲 所以 如果大家從這個角度去看 現在香港教育的問題 或者教師壓力 教師跳樓等各方面 為何有這麼大的工會 好像解決不了 只是在這裡吵 吵完之後 就好像在這裡 小馬大幫忙嗎 很簡單 你說現在教育問題 一個很大的爭論 就是所謂私立教育問題 不論是大中小學 教育一是贊成學卷制 只不過學卷制裏面 要保障第一次會員利益 譬如幼稚園教師不可能受到歧視 各樣 不會因為學卷制有些用家 你會受到歧視 其實他真是贊成的 大方是贊成的 他大張不是反對的 私人大學 他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綱領 他真是這樣做的 是不是 所以我想找一次 真的請教協新會長上來 好好講 因為其實 馮偉華就要提出一個問題 為何這個城市大學 的同工被人這樣炒 還有這麼多時間去搞普選聯 所以我希望將來有機會 請到馮會長上來 跟我們好好談談 或者這樣 其實剛才提到 就是中共統戰策略 大家都知道 中共統戰就是 中共三大法寶之一 很大程度上 會透過觀察到 有敵方的內部矛盾分歧 去挑撥 這是戰術 其實中共的革命統一戰線 或者外國的統一戰線 即抗戰的時候 他不停地安慰 其實就是先有一個大的前提 你同意了他就跟你談 大家就為了這件事去做事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 中共今次統一戰線的綱領 很簡單 就是政制向前走 你看到所有千人一口 2012雙普選 愛國愛港 全部都拿回舊人士的東西 你看到 這個民主黨根本沒有新東西拿出來 即他如何在政治上抵擋別人 現在抵擋不了 今次的六四 已經結出一黨專政 開始收聲 是否 在香港的問題 連共產黨都說的深層次矛盾 深層次矛盾 當然我們看到 在冰沙一角的就是小燕子選舉 但是 在小燕子選舉裡面得益 或者反過來辯證地說 形成小燕子選舉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力量 有沒有解決呢 沒有分析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我們說 統治本身 當然你可以說一種策略 或者可以用長毛術的戰略 希望透過分化敵人 然後希望將他們 透過在主要的綱領上的認同之後 不停地在江嶺上 或者立場上 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因為他本身是有組織的 有錢的 組織很嚴密 有他自己承套的東西在背後 策略 以至到他的觀念 所以他便會贏 很簡單 你不停地動 很簡單 運動戰的過程已經消離了 分化瓦解 我想下一次來說 除了繼續說 民主黨本身 在整個政改方案裏 究竟 像他所說 究竟是犧牲小岳 完成大我 還是已經成為人家 統戰之下的一個棋子 各方面 或者一會兒我們再見